那说到工体呢 一周之前我们的编导策划的 工体之声专题节目 是让大家认识到了 陪伴我们多年的工体广播员关宏 但是其实呢 代表工人体育场的声音 还有很多很多 比如说看台上各个阵营的 国安球迷们的加油助威声 你心目中的工体之声是什么 是记忆中的亲切温暖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是现场的雄壮激烈 近四万球迷 用一首歌的时间纪念一个人 最后的商品 每个比赛日里 响彻工体上空的加油声 来自东 北 西 看台的六个球迷组织 他们分别是绿色狂飙 绿色旗帜 玉林军 兄弟联 闪亮工体 和绿玉京师 许多客队把沸腾的工体 视为魔鬼主场 而看台上球童存异的这六大组织 就是魔鬼气氛的主要缔造者 为了形成传统 每个球迷组织内部都有严密的贵章流程 而他们各自外在的表现形式 也有极大的不同 虽然保持着各自的风格和球迷文化 但根据不完全统计 数年来 他们传唱的十几首巨威歌曲 十分相似 有一首歌 在不管是来自哪个阵营的球迷心目当中 都有着很高的地位 这个是一个爱国安的人 写的一首爱国安的歌 在我的心中 我觉得除了对歌应该就是他了吧 真的是真的很热血沸腾 我就是觉得这首歌 真的比任何一首歌 我觉得都是有一种 非常就是有一种 我们要进入一种战斗的状态的 这么一种感觉 这个歌词就是非常有力量的 然后非常能够带动起 我们这个球迷的这个热情跟激情的 只要北城球迷唱起这首歌 他内心都会非常激动 因为这首歌是其他城市 其他球队都没有的 其他球队 球迷也非常羡慕这种歌曲 对于这首歌曲 所表达的一种共鸣 所表达的一种普世的一种价值 对于球队的一种热爱和支持 也是非常认可的 我觉得不光是在北京这个范围内 在全国这个范围内 这首歌曲带给中国球迷文化的 也是一个巨大的动向 最后一声力的云道 他四个礼拜离开了大家 我知道在这个场台上 咱们绝大多数人 可能没跟别人有过接触 没跟别人有过交集 但是咱们和他一起 都唱过同一首歌 他跟咱们一起都爱过国安 所以今天在这个场合 咱们的开场仪式结束之后 我希望大家先别转过上来 好 双手抬起来 双手一起参手 慢的节奏 这样三遍跟咱们共鸣 所有的兄弟一起 三遍 最后的胜利 那个中文台那个 所谓的那个战斗四十一号 然后这个咱们进来一下 雷远给咱们水波 国安战斗所写过 所有的共鸣 那最后的胜利 但真的一个一场 为了大家一群的 小标打赏 唱标打赏 一直好好进入咱雷远 这是咱共鸣一般人话 好 加油 武汉 毕章 武汉 毕章 刚好啊 双手举手的胎子 背后的胜利 我们出去战斗 身边和阵地 背后的胜利 勇敢不放弃 最容易的战斗 是爱的胜利 最后的水波尽水 最后的胜利 我们出去战斗 尽会个战斗 为我空空的力量 永远不放弃 最后的战斗 是爱的胜利 最后的胜利 似乎陷 似乎陷入了静止 纪念 雷俊的环节 结束后 大家再次 职业的 进入了 摇旗 呐喊的状态 不过 在这一天的 90分钟里 各球迷组织 分别都唱了 近20分钟的 最后的胜利 在比赛 临近尾声时 播放队歌 国安永远中第一 是传统 但球迷们 一直崇尚的 仪式感 在这一天 为了纪念一个人 发生了改变 他是一个陪伴 我们很多年的 一个旋律 大家不管场内场外 都唱过 所以 挺惋惜的 都非常喜欢这首歌 然后这首歌 在我们球迷心中的地位 可以说是 非常崇高的 希望这首歌 能一直带功体 能够一代一代的 传承下去吧 也在免得 怀疑一下雷俊 雷也 让他在天堂 也能听到我们的歌声 他所创造的歌曲 在几万人传唱 然后他失去以后 有这么多人 去怀念他 我觉得这就是对他 所付出的一个 最好的认可